中台湾农业博览会是中部地区一年一度的盛事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年 参与合办的县市过去只有南投县 台中市彰化县三个县市 苗栗县在2016年加入后 今年为主办县市 并以幸福农业新时尚为主轴 将于22号在苗栗县立体育场登场 中台湾的农博从100年开办之后 大家就这样把这个中台湾的这些农业特色 一次把它展现出来 那也欢迎非常感谢徐县长 一起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今年首次来主办这样的一个中台湾的农博 来把刚刚所提到这些 缤纷多彩的这样的一个中台湾的农业特色 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密集的呈现在我们所有国人 还有当然包含全世界游客的面前 主办县市苗栗县也由县长徐耀昌亲自出马宣传 由于苗栗县此时正举办 国际漫城农食艺术节 百大客家农食上菜秀系列活动 县长徐耀昌也邀请各界 除了参观农业博览会 也可以体验苗栗国际漫城的概念 进行一场深度旅游 我们一直在期待搭配国际漫城的目的 在于能够推广在地的食材 让这些辛苦的农民 他们的有机的当地的食材 能够好好的来搭配各家美食 成为最佳的办手里 今年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有品味南投馆 花县台中馆 彰化优先馆 以及幸福苗栗馆四大主题馆 不仅展出各县市的特产 也主打安全农业的形象 要让消费者不仅玩得开心 也买得安心 中央国际台记者 郑翔云 陈林信宏采访报道